這群人在第二節的比賽 投了四季的三分球到十二分 全部集中在第二節 為什麼第二節手感突然會這樣飆起來 偏要練習的時候就有一定的水準 那一開始第一節的時候 可能對球的事情上面還比較慢了一點 那我一直尋找球感 然後第二節找到了 那其實全隊在第一節的時候 打分並不是很多 也是在第二節爆發起來 其實談一談說為什麼整隊在第一節的狀況會比較不好呢 因為我們球隊在大中的三個禮拜 沒有在一起比賽過 那脫離球場那麼久 對球場的節奏的吸引度 可能要再趕快去抓的人 好 我們也謝謝王樂群接受我們訪問 待會回到比賽現場是中場的講評時間